上一讲 咱们讲到西周的灭亡 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 离开了祖宗创业发祥地关中 把都城搬迁到了东边的洛阳 从此开启了东周纷争的时代 东周天子衰落 诸侯们崛起 凭自己的实力说话 这是一个争霸的时代 东周时代的诸侯领袖 有五位最有名 他们被后世称为春秋五霸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五霸头一名 齐桓公 齐桓公啊 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 可他也是一个下场 最悲惨的君主 历史上像他这样 人生大起大落的君主 也不在少数 他们大多都是前半生 英明盖世 后半生糊涂昏庸 那为什么一代民主 会变成昏君呢 这种前后落差 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 今天我们就从 齐桓公的故事中 找找答案吧 原本啊 齐桓公并不是齐国 国君的继承人 但是齐国的一次内乱 让他有了登上 历史舞台的机会 齐桓公的前任国君 是他的哥哥 齐湘公 但这个齐湘公啊 荒淫无耻 不得人心 最后被自己的大臣给杀了 齐国陷入到了 群龙无首的混乱当中 这时候啊 齐湘公的两个弟弟 一个叫公子鸠 在鲁国避难 一个叫公子小白 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正在举国避难 齐国大臣们 就想把他们俩都召回来 看看谁能当新国君 这可是一场时间的竞赛啊 谁能先回国 谁就占了先机 公子鸠的手下 有一个家臣叫管仲 他带领了几个刺客 在半道上埋伏公子小白 管仲射案件 射中了公子小白腰里 挂宝剑用的金属代沟 小白将计就计 倒在车厢里装死 管仲以为自己射中了要害部位 小白必死无疑 就回去复命 公子鸠一听 跟自己抢国君之位的小白死了 那就不着急了 慢悠悠的上路 而躲过一劫的小白 星夜兼程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正式拉开了霸业的序幕 齐桓公能成就一代霸业 离不开一个人 要没有这一位能人的辅佐 齐桓公可能充其量 就跟自己的前辈们半斤八两 成不了诸侯的霸主 这一位出色的治国能臣 就是想要齐桓公小命的管仲 虽说齐桓公和管仲 君臣互相信忍 互相成就的故事 后来成了历史典范 但刚继位的齐桓公 那是一定要报管仲那一件之仇啊 他逼迫鲁国杀了公子鸠 还把管仲从鲁国给活捉回来 要把他碎尸万段 管仲有一个生死之交 叫报书衙 在管仲的生死关头 报书衙挺身而出 向齐桓公极力推荐管仲 报书衙对桓公说 管仲暗算你 那只是各位其主 只有管仲 才是真正能让齐国强大的人才 如果您要成就一番事业 请一定放弃前嫌 启用管仲 齐桓公一直信任报书衙 同时自己也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君主 没有把私人恩怨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管仲的囚车一进齐国的国境 齐桓公就派报书衙前去迎接 管仲一出囚车 就让他换上了大夫的礼服 齐桓公的宽宏大量 让管仲深受感动 从此竭尽才能为齐国出谋划策 终于成就了齐桓公的一代霸业 那管仲究竟有什么才干 能让齐国一扫长期内乱的衰退 振作成为威震天下的强国呢 齐国的霸业主要依靠管仲的三条政策 第一是整顿齐国的内政经济 齐国本来就资源丰富 管仲利用自己的商业头脑 设立新的制度 推动商品的流通 使得齐国迅速的积累了大量财富 让齐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 财力雄厚 打起仗来也有底气 但仗不能乱打 管仲的第二条政策叫做尊王攘夷 什么意思呢 就是捍卫中原之主周天子 同时抵御蛮夷部落的入侵 西州灭亡以后 戎敌部落变得强大起来 经常侵入中原对中原各诸侯国形成了威胁 本来捍卫中原是天子的责任 管仲就劝桓公以辅佐王室抵御蛮夷为名 出兵打仗 树立在诸侯中的威胁 齐桓公打退了入侵燕国的山戎 还联合诸侯教训了一下不安分的楚国 几场仗一打 既显示了齐国的雄厚实力 也获得了保护华夏诸侯安定的好名声 不过光靠武力还成不上真正的霸主 要做诸侯的领袖还得以德服人 所以管仲的第三条政策就是取信于诸侯 有一回齐国和鲁国和谈 因为之前公子纠埋下的恩怨 齐鲁两国连年征战 齐国还占了鲁国不少土地 在举行煞血为盟的仪式前 鲁国大臣曹美突然掏出一把暗藏的匕首 抵住齐桓公的胸口 威胁桓公退还侵占鲁国的土地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桓公只好先答应 立完盟约后 他越想越窝火 想撕毁条约攻打鲁国 可管仲劝他 杀一个曹美切切愤只能痛快一时 可因为背弃盟约让天下诸侯从此就不会再信任齐国的盟约 那就损失了整个天下呀 最后 桓公还是显示了当初饶过管仲的胸怀 遵守盟约退还了鲁国的土地 齐桓公不负盟约赢得了天下诸侯的拥戴 在管仲的辅佐下 齐桓公称霸天下 成为了天下诸侯的领袖 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可这霸业却反过头来害了他 到了晚年 志得意满的齐桓公开始骄傲了 他觉得自己的功勋简直能与上古的皇帝尧顺相比 所以他也想学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去泰山封扇 封扇是只有天子才能执行的祭祀天帝的礼仪 古人认为群山中泰山最高 因此人间的帝王应该到最高的泰山去祭拜天帝 这才算寿命于天 你看 自比于天子 齐桓公这就有点不自量力了 不过这次多亏有管仲给劝回来了 可不久管仲病死 齐桓公的身边就被小人包围了 有两个坏家伙 一个叫树雕 一个叫易牙 树雕为了亲近齐桓公 不惜自宫当宦官来照顾桓公的饮食起居 且易牙更过分 齐桓公有一回喝高了 开了一个玩笑 说天下的美味我都尝遍了 就是没尝过人肉的滋味 易牙居然就杀了自己的儿子 争了给齐桓公吃 管仲生前曾经劝过齐桓公 树雕和易牙这两人没有人性 不能够把他们放在身边 可齐桓公却觉得 树雕为了我可以自残身体 易牙为了我可以杀了儿子 天下哪还有比他们对我更忠心的人呢 于是这两个坏家伙 就成了齐桓公最亲信的人 管仲死了以后 齐国的霸业就成了一艘失去了导航的夜航船 功成名就的齐桓公纵情声色 在后宫里头有六位宠妃地位最高 他们生的儿子个个都处心积虑 想要争夺国君之位 而齐桓公可好 对几个宠妃一味纵容 随着几个儿子各自使性子刷手断去 到了齐桓公临终的时候 易牙和树雕 利用桓公几个儿子争位的矛盾 发动了内乱 宫中杀来杀去乱作一团 根本没人来管齐桓公的死活 到死都没有人来为他收尸 一代天下霸主的尸体被撂在床上 整整67天 尸体腐烂长出的蛆都爬到房间外头来了 这样的结局 恐怕是齐桓公从前做梦都想不到的吧 齐桓公前半生英明盖世 后半生却糊涂昏溃 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或许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所写的一句话 可以用来解答这个问题 亲贤臣远小人 赐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 赐后汉所以轻腿也 重用管仲这样的贤臣 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而不听贤臣之言 重用小人 则让他走向了衰败 可齐桓公霸业兴衰 仅仅只是用人不同导致的吗 还有哪些原因造成了齐桓公的人生转折呢 从史记来看 那关键的一刻 就是在他骄傲的想去封善泰山 骄傲是帝王们的毒药 也是大多帝王的通病 细数历史 那些跟齐桓公有着相似人生遭遇的帝王们 无一不是因为骄傲自满 不思进取 最后却迎来国破家王的悲剧结局 不过对司马迁而言 让他最有感触的 可能还是像齐桓公一样 满脑子想着封善泰山的汉武帝 在托明馆中的古书 馆子里头也提到过 桓公封善的故事 那篇故事里提到的好多地名 都是到了汉武帝时代才开辟的 这个地名上的小细节 让我们有理由怀疑 齐桓公封善泰山的故事 很可能是汉代人编出来的 只不过是借古缝金 来影射汉武帝晚年浩大喜功 不顾天下利益的现实 顺着这个思路 再来读史记的齐桓公故事 那就是别有一番滋味了 说完春秋第一霸齐桓公 下一讲 我们来说说一位受尽人生磨难的霸主 靖文公 咱们下次再见